夜化中南海 各位听众好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夜化中南海栏目 我是节目撰稿人和播讲人高新 我们今天所有播讲文章的题目是 秦刚是否进秦城 先看能否保住党籍 我们本转栏的上篇文章 秦刚被罢官是因为间谍和间谍 不能搞破邪 在文学城网站上转载之后 有网友提问 好奇傅小蝶在被关押期间 谁在照顾秦二 傅的父母吗 估计妇女重获自由的可能不大 秦刚也不会跟林妍离婚的 更不会照顾秦二 这下妇女和秦二惨了 此言诧异 拒捕不养子女会构成遗弃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1条 遗弃罪 对于年老年幼患病 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 不有补养义务 而拒绝补养情节恶劣的 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至于秦林氏 因为在法律上规定的补养义务 仅限于存在事实血缘关系的 父母与子女之间 或者有法律拟制的 父母与子女之间 对于丈夫的非婚生子女 妻子没有补养的义务 但是即使秦刚未来被习近平从情发落 指下计算不进秦城 那么他秦林氏 无论是基于对秦刚的挽救之心 还是对布小田的报复之心 反正是仍不会与秦刚离婚的话 那么只要布小田提出告诉 他秦林氏就必须接受秦刚 必须不养秦二世至18岁的现实 否则秦刚仅会为这一桩案子 就会接受司法处理 至于布小田 我们认为他现在正在被中纪委留置 是毫无疑问的 只要所谓双面间谍的传闻不成立 无论是勾引驻外机构负责人 还是间谍和间谍之间的搞破鞋 均属于严重伪计 依据中共现行法律法规 实难入罪 那么最严重的后果就是被双开 就是他在自己国内的真正上级机构 根据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条款 在内部宣布了取消他国家公务员身份的同时 还宣布开出他的党籍 凤凰卫视对布小田的介绍内容 当然是回避了他的政治面貌 但他的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同班同学回忆 他说搭20就入党了 那么截止目前 其今后一直到秦刚被调查处理完毕的这一段时间里 他布小田肯定是要被继续失踪的 原因很简单 在整个配合调查阶段里 如果习圣上恼凶成怒之后迁怒于秦刚 而决心拿他作为整肃整个外交机构 特别是驻外机构的活教材 杀猴警机的话 那么就需要布小田的配合 不惜对自己孩子的爸爸大意灭秦 把如实交代改成大胆揭发 而假如圣上习 无论是基于对秦刚的怜惜和恨铁不真刚 还是顾及整个中共政权的脸面决定 只安排秦刚下基层 无需进秦城的话 那么布小田在恢复自由之身之前 就必须接受组织上的安排 带着他的秦二世改名唤姓 从此人间蒸发 至于我们为什么对布小田是双面间谍的说法 不愿相信道理很简单 图个啥 正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他布小田仅凭他进入 凤凰卫视的上级耽误的任务费 和凤凰卫视主持人明面上的工资 即已经比他在央视的昔日同行们日子过得富贵许多 更何况身边总是不伤环绕 不要说穷的连自己都养活不起的所谓海外反动组织 哪个西方国家的间谍机构的间谍费的数额 能够满足得了他布小田的胃口 更何况无论是布小田 还是任何一个中共驻外间谍 谁都明白 他们在外执行任务即使暴露 被所在国或地区移交司法的可能性并不大 大不了回国接受其他任务 但如果他们在驻外期间被敌方收买 甚至为敌方做事 那么一旦败露 直接掉脑袋都不是最坏的下场 最坏的下场是让你求死不得 让你生不如死 所以虽然坊间关于双面间谍的说法 还有火箭军窝案的说法甚嚣沉上 但我们宁愿相信 秦刚和布小田案就是单纯的道德败坏 不但是婚外 而且还是间谍和间谍之间搞破鞋 和后果严重影响恶劣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的间特命权权大使之尊 在美国CIA特工的眼皮底下 欲出私生子并报备了美国户口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 已经介绍和分析了秦刚与布尔乃在美产载 一事即使被当局简单界定为道德败坏 也已经严重触犯了党的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 连结纪律 政府的外事纪律 已经党的隐蔽斗争战线的铁的组织纪律 至于王毅和秦刚之间的老心交替被宣布后 秦刚被暂时保留国务委员控制的下一个时段 应该是对他所犯错误乃至罪行进行继续调查 并最终研究出处理决定的过程 所谓软着陆之说并不准确 我们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也已经介绍了 依照相关法规 本月25日召开的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次会议 本应该是在8月下旬召开的 而就是因为要让秦刚的失踪尽快合法 这才为王毅和秦刚之间的一任一免之特殊需要 临时召开了全国人大常委会 而这次的常委会之所以被提前一个月召开 众所周知 自秦刚失联之后 他一日不被宣布离开外交部部长位置 不说别的 难说外交部发言人 为大领袖毛主席的唐媚毛宁 就随时面临被那些穷追不舍 穷追猛打的外国驻华记者们逼疯的威胁 也就是说 先把秦刚的外交部长实职免掉 只是习近平政权的应急措施 在此前提之下 为什么还要让他继续保留国务委员的控制 依我们之见 恰恰不是证明了秦刚已经被软着陆 而是意味着对他的最终处理 轻则也是党级处分 将行政降级 即所谓下基层 重责当然是近秦城 从党级处分的角度分析 即使他秦刚最终是被追究和富尔乃 在美国剩下秦二世这一单纯事件 那么在已经没有可能替他们隐瞒 所以只能公开处理的前提下 中共对党员的纪律处分的 如下五个种类 肯定有套在他秦刚脑袋上的一种 即警告严重警告 撤销党内职务 留党查看和开除党籍 习近平在开始他的中共党魁 第二个任期的第二年 亲自主持制定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 至少有如下条款 都是他秦刚公然违背的 第66条 在世外活动中 其言行在政治上造成恶劣影响 损害党和国家尊严利益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查看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秦刚是在担任中共驻美大使期间 动用私人飞机迎接布小田 到华盛顿受允成功之后 又安排他在洛杉矶 成功生下秦二世的 毫无疑问是在政治上 造成恶劣影响 第73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 情节严重的 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一违反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定 隐瞒不报的 二在组织进行谈话 寒寻时 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 三不按要求报告 或者不如实报告个人气象的 四不如实填报个人档案资料的 本文作者说明 除了每年年底必须向上级组织报告 个人事项的规定之外 秦刚还分别在去年中共十二大之前 和今年三月中共十四届全国人大之前 接受过两次组织上的谈话和寒寻 军事对自己的二奶待产 和已经生下秦二世一世隐瞒不报 第83条 驻外机构或者临时出国出境团组中的党员 擅自脱离组织 或者从事外事机要军事活动的党员 违反有关规定 同国外境外机构人员联系和交往的 给予警告 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101条 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 侵占非本人经营的公共财物 或者以象征性的支付付款等方式 侵占公款财物 或者无偿象征性的支付报酬 接受服务 使用劳务 情节较轻的 基于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较重的 基于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查看处分 情节严重的 基于开除党籍处分 利用职务或者职权上的影响 将本人配偶子女 及其配偶等亲属 应当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由下属单位 其他单位 或者其他个人支付报销的 依照钱款规定处理 富尔乃从洛杉矶到 华盛顿受运的往返 从洛杉矶带亲二世 到北京的单程 均是使用同一架原机主 居然是俄罗斯老大哥 瓦格纳集团首领 布里格金的私人包机 这架私人包机 应该是秦刚 利用职务上的影响 无偿象征性的支付报酬 接受服务 第134条 生活奢侈 贪图享乐 追求低级趣味 造成不良影响的 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第135条 与他人发生不当性关系 造成不良影响的 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撤销党内警告 或者留党查看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利用职权 教养关系 从属关系 或其他相类似关系 与他人发生性关系的 从重处分 第137条 违背社会工序良俗 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 造成不良影响的 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严重的 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查看处分 情节严重的 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第138条 有其他严重违反社会公德 家庭美德行为的 应当是具体情节 给予警告 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本文作者说明 虽然有人把傅小田贴出的 和秦刚的多张亲密合影 说成是充满了爱慰 但至今没有看到傅小田和秦刚在户外 过于亲密的合影 如果有 或者说有人揭发 说曾经亲眼所见 那么就属于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 造成不良影响 至于婚外产载 当然是严重违反社会公德 家庭美德行为 认真学习过如上中共党规内容之后 就不能不相信 秦刚至少是严重触犯了 其中5至6条 被党纪处理时应该会类比于司法根源中的恕罪并法 如上中共处分条例中还规定 党纪面前一律平等 对违反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 必须严肃公正执行纪律 党内不允许有任何不受纪律约束的党的组织和党员 但是 趁前毕后 致病救人 处理违反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 应当实行惩戒与教育相结合 做到宽言相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重新或者减轻处分 一 主动交代本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问题的 二 在组织核实 立案审查过程中 能够配合核实调查工作 如是说明本人违法伪计事实的 三 检举同案人或者其他人应当受到党纪处分 或者法律追究的问题经查证数 四 主动挽回损失 消除不良影响 或者有效阻止危害结果发生的 五 主动上交伪计所得的 六有其他立功表现的 依然有本条例规定的两种以上 含两种应当受到党纪处分的伪计行为 应当合并处理 按其数种伪计行为中 应当受到的最高处分加重一党基于处分 其中一种伪计行为应当受到开除党纪处分的 应当给予开除党纪处分 一个伪计行为同时触犯本条例两个以上 含两个条款的依照处分较重的条款定性处理 由此可见即使他秦刚能够配合核实调查工作 如是说明本人伪计违法事实的 因为要数罪并罚 仍然应该会被合并处理 加重一党 如果加重了开除党籍的最高党 那么被移交司法几乎是可以肯定的 最终只是和我们过去文章中已经比对过的 中共前统计局局长邱小华一样下场 事实上中共政权近二三十年来被凡是在位期间被追究的高级干部 基本上是只要党纪处分是开除党籍 那么就会同时被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同时在通报中注明涉嫌没法 还是以邱小华为例 党内处分的通报中把他的经济问题列为主罪 涉嫌重婚列为负罪 但在检察院方面因为就这几个钱表示邱小华的受贿罪实难成立之后 为了保全中纪委处理意见的权威性 还是以重婚罪判了他一年徒刑 如果党内处分不至于重道开除党籍 那么根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29条规定 包养情人的严重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 应当给予警告既过或者既大过处分 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彻职处分 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党员干部与二奶淡下私生子都会被视为情节严重 更何况是在敌对国家情报机构的眼皮底下 而公务员和党员的处分条例中 之所以未被特别列入私生子一项 是因为立法过程中还有计划生育法规的存在 公务员和党员一旦生下私生子 自然违反计划生育政策 而计划生育政策明文规定 公务员超生党员超生 一律开除公职开除党籍 如上所述 秦刚能够保出党籍的可能性 很值得怀疑 后续的分析内容留在我们本专栏的下篇文章 继续播讲 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今天的夜话中南海节目就播讲到这里 我是节目的播讲人和撰稿人高新 谢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见识